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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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午安 午安 這段時間我要來講台灣春秋 台灣春秋是從 1970年 開始講到 2022年 大概40年 中間前後的事情 是怎麼選 1970年 1970年 我剛 做朋友回來 虛歲25 當年年 我記得那年的 就是知道我講的 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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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 我們知道鄭老師 鄭志財先生 拿錢去 契金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對我來說也很重要 這年我做朋友回來 七月七三天 到正宅 到正宅的時候 我相信 如果沒有事情 就是看著 如果有事情就是去後面山 做工作 還是頭政產 這樣 做兩禮拜 做兩禮拜的工作 在正宅做兩禮拜 是過期我差不多 六七年裡面 將來不要在家 住過兩禮拜以上 因為我寒書到 都要去做工作 都要去賺錢 賺自己的學費 現在 我媽媽我都沒有在家 我父母都沒有在家 所以我都沒有飯吃 沒有飯吃 就要去外面 找飯吃 然後 住家的時間很長 所以 六七年來 七八年來 那兩禮拜算是最長的 結果我在家的時候 幾乎每天都看 差不多每天都有人起來 來都跟我老爸吃不吃差 我知道 可能我老爸給人家賺錢 人家要來賺錢 我兒子知道 我兒子知道 就沒有去找研究所了 我 準備去找台大經濟研究所 所以那兩禮拜 我歷史上 我兒子覺得很害怕 我兒子 我兒子不可能欠人很多錢 不敢發財 我希望我不能去找 我應該去台北找頭路 找頭路 可以幫忙他 解割他的 負責過多的問題嗎 所以我就 在那段兩禮拜 七月 二十左右 七月十八十九 我就把我排 我就跑去台北找頭路 我住台大的宿舍 住台大的宿舍 住台大的宿舍 我去找那些就位考試 有時候我都不願意 我一直想要去研究所 可以研究所 研究所之後 可以更上層樓 所以都沒有去拿那些事物的東西 什麼 國際貿易食物 我都不知道 如果科學都要 都要研國際貿易食物 這我不會學 要想 另外電腦 那時候剛開始有電腦 patchcard programming 就是那個 電腦的程式設計 我還想要研究一下 知道就好了 我沒有用心 所以研的電腦程式設計 我也不會學 所以我的手機 都研不了 所以沒頭路 在台大的宿舍在彎坦 剛才有一個學長 說 我在找你 蔡紀元我在找你 有什麼事 有兩個教授 說要找這個研究助理 當時的當機民 他說 那個李教授 8月8號要到我們經濟研究所來演講 那時候是暑假 有個學術演講 那九十年我帶你去 那梁教授我會來 我已經跟梁老師 梁教授講過了 所以我就 8月8號 就 去聽那個演講 坐在台下聽演講 李登輝在臉上演講 問我現在很多數學士 說很多有關台灣農業 發展的問題 台灣農業發展的問題 我在台下聽到 台下聽到 菩薩薩 究竟還是有學運的人 李博士李教授 那個 學術演講 我聽到很配合 他說之後 我那個學長就帶我來 港台賓 做一個簡單介紹 跟我們介紹 介紹先 李登輝站這樣 喔 他 到底有夠大人說 廟館一台頭比較低 我站在台上說 把他手 我就在這裡 把他手 擠壓 哇 這個人 那手很高 很大 手很高 又厚又軟 這貴相 貴相 你看他的眼神很柔和 很好 很好 他就說 歡迎你來加入我們的研究團隊 歡迎你來參加我們研究團隊 我就在為了一年 在找不到頭 就在艱苦 沒辦法現場吃飯了 他說 工作很艱苦 工作很多 工作很艱苦 一個月帶他多少 三千塊 我夭壽啊 我的同學 作品回來去找頭 相機是什麼 美國商業員工三千塊 很多同學 很多同學都去找一位國中老師 一個月兩千 我可以 研究所還可以一個月領三千塊 那人我怎麼睡不著 所以睡不著 不是煩惱 是歡喜 歡喜說 我都沒有人家說 這個工作 後面投資 我還要三千塊錢 拿呢 加雄 教育部的 研究生的補助 在那個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很少人投研究所 沒有人要投 就是沒有人要投 我才看得到 結果 當然也很困難 八十塊才出十八塊而已 我購得八名也很厲害 那時候 我老爸還負責 我想說 我一個月可以拿三千塊 吃飯 像四千塊 我就夠了 一個月我四百塊吃飯 我就夠了 所以我可以 先 存 三千四百塊 把我別搭負負責 所以那時候 我一直規劃 當時 我開始把我別說 我要負責負責 這樣 就睡不著 很開心 今天剛才開始上班了 我跟著 李登輝擔任他的研究助理 是從 1970年的 八月九號開始 八月八號見面 八月九號開始 後來 就是同樣那個 學期 學期末的時候 我老爸來找我 從來 我在台大四年 這麼多三百塊吃飯的 這老爸來找我 說 我老爸到三天 他會破散 醉了一塊頭 就一定要賣 這樣 哭喪子 你來找我 齁 我算了算了 我說這樣 看你欺負責多少錢 藍藍藍藍藍藍 你給他行 今天大條 我來行 大條 我來行 我要在研究 我來要怎樣 所以靠 靠出來 靠你 你來 說 你就要幫我行負責 說 你現在還沒辦法 沒有錢 你怎麼可以 我才說 我在八月開始了 跟李教授 做研究助理 一個月給我三千塊 我到外面 一個月給我八百塊 所以我一個月欠 三千四百塊 準備給你行負責 你來賺責 我回家拿著 別的間鎖 給你看 後面 看 他說 這個人 會做很大的館 你這四人對這個人就好 你知道嗎 我買一看的照片 哇 這個人厚道 這個人很厚道 我甘心 很好 我才會做很大的館 不知道 我還不知道 你這四人對這個人就好 我就從那 從那四人開始 一直對李教授 我到這次 都我四十二十多 那種 我從 西歲二十五 到去年 我是西歲 六十七 西歲六十七前 西歲二十五 都我四十二十 這樣 我這本搜尋 你說 這四十二十來 台灣的鬥爭的內幕 正在鬥爭的內部 因為我對李教授 我以前是 過去十二十年前 對李秀蓮 做副總統的 他做管長的 時 我在華文館政府 我做他的財政局長 我選下去 李政委的時代 過去之後 彈水扁了 彈水扁中間 要選 兩千年 要選總統的時 我對李秀蓮的關聯 所以我自然就 跟他搭三天 跟他搭三天 最後改團 在兩千年的時候 要選去的中間 很激烈的時候 我叫人 我建議 一個朋友 他比較適合 他比較適合 去找李彥責 我在 2000年的 一月的時候 因為二月的時候 就過年了 我就跟李秀蓮說 這次 在一月的時候 後面的民調 跟宋水差不多 差不多 跟過年前 古歷過年前 剩下的時 剛才有的時 差不多 本來是七月開始 在1999年七月開始 是 宋年編 宋年編 我七月開始 我就開始在 做民調 因為我在1999年的三月十五法 我就做財政局長 我就 去做民調 去做民調 要用10個人做標準 現在問10個人 做紀錄一下 10個人裡面 送的6票 連 連錢差不多3票 還扁這裡 1票而已 還要送的5票 連的4 連的3票 還扁2票 還要送的5票 連的3票 送的4票 連的3票 還扁3票 還要送的4票 還扁4票 還要連2票 足が тел 這麼多 1票 閉上 165票 調整 超 telling 當中 連的2票 不是 1 prépar Fund 民調 所以 搭 超過30% 但是我參與李頂尾 政府兵的重要幹部 在判斷 因為要批准 如果沒有超過5% 絕對不會贏 所以到一月底的時候 我就跟李少年說 陳女佩如果要贏 一定要去請李遠哲出來到三天 所以這個過年是關鍵時刻 每一個人的李遠哲時刻一定要穿我們利用這個時間 到時候去竄年 這是為什麼 2012年的總統選舉馬英九會提前到過就例年前的原因 他如果讓台灣人竄年去 他要贏的勝算就比較少 所以剛才2000年的總統選舉的時候 經過春節期間的本土力量的竄年起來 所以到過年後的時候 就快速上升 旁邊的快速上升 旁邊的民調就超過大概4% 但是沒有到5%絕對不會贏 最後的改動 在三月撤到的時候 三月撤到的時候 我就去找李廷偉一個總統幹部說 一定要去找李遠哲 因為這總統幹 李遠哲都沒有家人 他說 不要啦 我不要去啦 你在研究院 你在中海研究院 你去找他比較方便 我是 這時候來逃亡上班 晚上回到中海研究院 日後我的辦公室寫個東西 做個工作 兩邊的工作都在做 我說 嗯 我沒有適合去 跟李遠做公家 因為什麼 我在研究院的地位很多 我不是縮長 那時候我只是研究人員而已 不便跟他講唱一句 另外我如果在地方做官 我不是做部長 我做部長 當然 我去跟他講的 說會聽到 但是我是做個局長而已 小小局長 我要講什麼 他沒有辦法相信 沒有人知道說 我的政理判斷 是建議要來的嘛 他也不知道 從來沒聽過 因為他一直到 從來研究院的時候 人數都白好 但是如果 國民黨裡面 就來推薦很多 國民黨裡面 邀告 他的身份斷 其他人 他沒辦法介紹 他沒有那個 腦筋 他沒有政治的現實 他也不可以去找 類似 像我這種理領委學生 來交往意見 他沒有找我 說我不方便 因為我的身份跟地位 不適合 說他理 理領委的身份斷 你去跟他說什麼 不適合 他不適合 他不適合 他沒有什麼人 他跟他很麻 一個 professor 小 我不要說什麼人 我跟這個professor 小 本來就對王生的 你對王生的 一定會去送房子 他怎麼可能 吃吃餅 他不相信 我跟他爭一爭 說這樣啦 我已經跟 利害關係跟你說清楚了 你如果去跟 理領委 你如果去跟 理領座說 你如果去說服理領座出來停便 阿扁一定輸 沒辦法超過5% 一人沒辦法超過5% 送的賣就贏 這樣 沒我的水果 這水果你的當 我就說這樣啦 時間不走 還要走 我就沒辦法拿起來 我很怕選擇 那些冬天都下選擇 沒辦法拿起來 我說要走 我就要出去 等下等下等下 我再想看看 我再說 你再想看看 你就是一定要做這件事 為台灣打招 他是三月十四 他是三月十四的時候 拔名了 11電話 自己的牙蛇帽 穿圖 問他去街頭散步 我總要跳一支 一台街頭車 去那種圓圓圓門口 還要走 走一段路 看有人跟隨嗎 看有人跟隨 看有人跟隨 還跳一台街頭 十二點 去跟理領座人家說 水雨厲害 你出來停便 我說你要去以前 你就要跟理領座要說三月 都下一個生命狗 給他一個方便 他沒有在下一個生命狗 起草生命狗 去跟理領座人家說 喔 他回來後 告訴我 你有夠夠的 我去的時候 那製造 政材加工 絕對不能去停便 你如果知道 他絕對不停便 我說 人跟人的管理 你一定要看 龍交龍 風交好 風與風之外 龍與龍之外 一樣的事項人之外 所以我說 我的判斷做你沒有不對 他告訴我 我去跟他建前 跟那個小小小小 建前的理領座 說我比較有獨立 所以理領座說 他要來停便 接兩天他就發表 聲明要停便 所以 再兩天的時候 接兩天再去一天 3月16號 那個 那個傍晚的時候 或是3月15號傍晚的時候 AIT 有一個代表 跟我們建議說 我們的AIT的民調 顯示 阿扁已經超過送水 5% 所以 篤定 誰會 會當選 所以16號 我太早 我就 坐車 去跟管政府 我就去李少年報告 說整個狀況 已經很樂觀 你們在3月18號的投票 一定動算 3月17號 在中山主要上那張 最后那個 那個 選舉造勢的時候 吳士順在門口 像我這個 入口對這個 要接這樣 他一個倫理在這裡等 我們每一個 我們管務的人都來 都來參加他 選舉造勢 一個小手 阿扁 在裡面 吳士順在門口 在外面很多 民運動的人 我問三四的人 問他 你們這樣 沒有到這樣 是有 東山 阿扁有東山的虛嗎 哪有可能 進菜 進菜 辣辣 這不可能贏 人在票票就贏了 送的一定拿虛的 送的 天下 沒有下 各位 我告訴你 讓大家知道 政治 不是這樣看 我從七月開始 就開始做私下的民調 10個人一組 10個人一組 那個改變 一直很明顯 我就很有信心 但民調的數字很重要 民調來自於民進黨 有一個民調 那些有一個民調 國民黨有一個民調 國民黨的民調 是15萬元的樣本 是最完整的 他都拿不到 可能我拿到 我拿到 因為什麼 就是說 我是立場的學生 的關係 所以 後來 我不是說 3月 16號 我跟 李少年說 你一定當選 他說 我如果當選 我會推薦你做財政部長 你說我有沒有 絕對不可以叫我去做財政部長 你也不可以推薦人 你不是阿扁 總統有總統的口袋人馬 你是副總統 絕對不會有聲音 你如果有聲音 你會叫我鄉國 你如果鄉國 你拿我的名字出來 我馬上向鬥爭 說李正雲時代 我都不敢出頭 我也不敢要求要做一關半截 我跟李正雲不打發天雅受分 但是 拿天雅以後 我絕對要消聲密集 各位知道嗎 李正雲12年 我不想要做官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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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李正雲做總統 全力在握 大家都不對 1988年 蔡英國 摧死 1月13日 摧死的時候 我都電話 林農教 我都不接 因為我在外面 我媽說 電話很多 我接兩三通 都跟教育說 我要做大官 這就是亡人的想法 李正雲時代 那個體制裡面 蔣家體制裡面 已經是一個家層 是一個母財 他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權力掌握一切 他不是蔣經國 蔣經國在市議前 已經全力傳承給蔣孝武了 不是傳承給李正雲 李正雲是一個坑坑的 這樣大家相信嗎 很多人不相信 那些事情 我總統說沒看 你要用一個人 沒辦法用 正是如此 1995年 1996年的時候 就要選總統了 1995年的春天 有一天我去找我的學長 陳教授 台大龍先生的陳教授 做四十分的時候 我跟他說你來得很好 我本來要找你 你就就自己來了 說什麼大家要找什麼 啊 我長這麼去李老師那麼多 他跟我說 叫我把這位 都要傳達給我們這四兄弟 說要傳達什麼 他說 欸 西方啊 我這總統是空閣的 我總統是沒力沒半行 他告訴大家 所有我這位學生 不能想說 我以為做總統要要要求一關半節 我完全空閣的 但是我對民眾的時候 不能說我空閣的 我自己最了解 我幾天 我完全沒有全力了 我陳老師說 陳老師 我就了解 因為我說 對內部的了解 我的猜測 建設的事情 建設的過程 我就了解 李老師沒有半行 所以他跟陳老師說說 西方啊 我是慷慨的 所以我才學生 一定要包含一把對我中性 包含一把對我公憲 不能搖到一關半節 大家知道嗎 蘇生對話是這樣而已 所以很多人看起來說 你老師 你只要做總統 你做總統 你將來一定做什麼大關 我都不敢想 因為什麼 我們跟國民黨完全無關 我們也不去做國民黨的邀請 我們也不去做國民黨的東緣 所以這是我們台灣人很痛心的地方 就是講這五月後的地方 偷在這個地方 替一個 無班底 真故意的李政委來做 中華美國總統 讓台灣人對 中華美國有一個願望 哇 你台灣人在做總統 台灣人已經出頭天了 完全的麻片奔託台灣人 這麻片所有的共台灣人 所以我故事從這裡公氣 從1970年公氣 我去到李政委 跟我說她是一個什麼 不可獨立的人材 1970年 我跟她記名 做她的助力 前後兩三天的時間 兩天我三天的時間 這段時間 他就補補高興了 1970年 李政委就做 我們的政府委員 到1970年 他就做 新主席 他就做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長 他叫現在做台北市長 三年 還有1980年 他就做新主席 1980年 1980年的時間 還有三年 都做十二年的時間 他就做副總統 所以我的 台灣村長 像張傑的小說 我第一個是你說 英雄次長的事情 第二次是你說 李政委 黑北市長 陣營 這個政府委員 第三次是說 青柏球死了的時候 這個 康信隆 經營訪 第四次是說 青柏球死了的時候 蔣經國 氣勢成命 這個 米力度 風聲和力 1978 跟1979 你說這件 大家 今天要說的是 劉伊良 慘遭殺害1984 1984年 1984年 329的時候 蔣經國 繼續 動選總統 第二次是 是 中國民國第七次總統 然後 我們 李政委 就擔任副總統 擔任副總統 擔任副總統 剛才說 李政委 擔任副總統的時候 是1984年 520 但是他在3月29號 當選 八百多票 當選 那就是 萬年國代選 八百多票 逼 逼 嚴家幹 當年 蔣介石提名 當副總統的時候 多不少票 因為人家跟人家五百多票 當選 後 我在 李政委員 準備在出國 去出國進修 但是我也去 電信局 拍個電報 祝福 我是怎麼祝福 我祝福說 欸 老師 你不知道會記得說 你1972年 有二年 你正在做政府委員的時候 你人是沒得了 你回來的時候 我常常去運動 620 左右 你找我去 我就說三個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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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 我都在1987年的 12月17號 我給我重塑一次 但我1984年 我給他拍個電報 我提醒大家 就說 1972年 6月20號 左右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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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行政院主機處 就在那個 我們的博愛路底端 植物園的 後門 那個所在 他們也說 是前門的所在 旁邊一個廣播道路 我在那上班 啊 他在學校外 學校的植物園 出來之後 出來到那個 建國中學 對面那個大門 還有王前行 王南那個 他 東邊走的 那個 北邊走的 就是農委 農務會 農務會是里登會的 辦公室 他在那擔任 顧問 顧問辦公室 啊 620左右 我靠電 我想整個月 我都不去那裡 倒好 我雖然 每天 或是兩天三天 都快一天 但是都不說半個月 因為他人家很多 我明天拿回來 我就走 我就 靠電 說 老師這有時間嗎 哦 雙虎這很長營 哦 你都齁 沒時間跟我說 這樣 你看過來 我齁 等你 我們 師兄回回來 我去過 我走過這三分鐘五分鐘的時間而已 走過我就坐下來 雙虎 我說老師 我這樣 整個月都沒有 經驗自己 都沒有機會 自己倒好 說好 共和你 接這個信誌 這樣 政政委員 他就很高興 在那旁邊就說 你對這個政府有什麼看法 說老師 真好 真恰當 真好 你投農經 你做政委員 來解決農經 經濟的困難 農產經濟的破散 這是最適當的 說但是 老師 你不要想說 你現在要入國做 做什麼 補充 經濟補充 財政補充 還是農委會主委 這都不好 他說 那不是做部長 才我就做事 他說 那也做不事 他說 我現在要做什麼 還要做什麼 更多 說 你就要積極 政主法 可以做生主席嗎 他說 生主席怎麼這麼重要 他說 生主席當然很重要 生主席 他在國風外交以外 什麼 各種 各種 各種政府的 公民都有 中央有什麼 你就有什麼 中央有什麼人材 你就有什麼人材 天下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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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台灣的頭 你們就這樣 喔 這這麼重要 另外 那不是這樣而已 但是都沒有事 平不平會一直上去 你有生主席這個日蓮 你就有可能像原家這樣 當中共要選總統的時候 你就當他的副總統 1984年的329 我的預期 我的當時 推向 還是說 預測 比如說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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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譯言 譬如說譯言 實現 實現 我當時 我也說 1975年 我也說 你如果可以做選手席 你就有可能做他的副總統 從五十月開始 就通到平衡 到那個時候 我還不久 他如果死 你就會做總統 兩條路 都有可能會做台灣領導 所以我跟他說 結論 我要下個結論 老師 你這裡獎金開始 要把你的盜跑 彈跳 他說 那些盜跑 盜跑 所謂盜跑 開桌 給人家說教 做老師都這樣 我也有這個 我也有這個 怪脾氣 怪 怪癖 看著年輕人 要做什麼 人家不讓你管 要做什麼 不做什麼 隨便 但是我會跟他說 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我說老師 你齁 要把你那些 發明的盜跑 丟掉 將近以後 要訓練 自己做一個 一流的 政理家 不是做政客 你要做政理家 將來 這麼可能 領導 台湾人 向前賣金 這樣 那是我 我對他最大的希望 這個希望 當然是 變成說 我本身 等級 你把他盜跑 天下 替他出力 在外面 替他做事 會很重要的 動力 我是要說 這裡 開場白而已 說一下 給大家聽說 他又來 他又是盜跑 盜跑的聲音 就說 這麼年輕人愛人的讀書 這麼年輕人愛人的讀書 真的 讀書 給你很豐富的 人生的經驗 我再說這點 給你聽 198千年 這個我 都超前說 要不夠 故事還沒說我這裡 這實在要說 1984年 我說198千年 198千年 198千年 10月的時候 我人在美國 我看世界一部 你如果在海外 發生 那個世界一部 中文的部署 頭半 喔 蔣經國的 匠品 喔 結支了 拍了照片出來 哇 我看這個匠品 夭壽啊 這裏面 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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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十月啦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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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煩惱了 煩惱說 含糊 如果沒有安排好事的時候 這個人死氣的時候 含糊 這個李廷委不知道怎麼 他去找政變 軍事政變 所以我就想問 诶 學祀結束 我還要回來 跟他說 這個人還廣不廣 所以我 十二月 七十就回來了 學祀結束 隨便回來了 回來了 台灣 10月那天 我就去牛郭秋 梁國師以前做到綜藝人總裁 做高高的就死了 所以大家要高興 政府官做不久就死了 就不好 做高高的就死了 我那時候他是綜藝人當市長 我在美國回來 我去找他 梁老師 我想要打電話給李老師看看 他說好好 我這麼卡 那小姐就把我卡 卡起來了 我就把電話拿起來 我說電話拿起來 他說這是蘇智誠 蘇智誠喔 蘇智誠 他說你是誰 我蔡智媛在美國回來 這個副總統有說 如果你從美國回來 一定要到 副總統辦公室來查詢 我這屬性都說好了 我都不知道 怎麼說方便 你跟我排一下時間 我白白白白 說17號下午 4點45分 說有多久的時間 15分鐘 15分鐘 我就去了 15分鐘 我想15分鐘時間這麼寶貴 不可以浪費時間 6斤 我說 老師 你咩咩要站 GRA 這個兩 這個齁 concepts 面亂彎到這樣 兩岸又沒有行 沒多久就可以消 兩 thanked 後衣來挑 他不敢大聲說 每一天 兩位侯叔跟兩位醫生隊 我每天都跟他去面 情況不錯 沒關係 我一看 我的老叔 紅德恰姬 紅德法子 這已經開始發動半年 氣色改變半年前就開始有了 這面都積極的 在做風力也不知道 我再講一下 老叔 這人 兩眼直視 瞳孔不能轉動 根據中醫的診斷學 再活不過一個月 他不敢啦 不要這樣說 他會怕 竊聽器 各位 竊聽器 錄音機在裡面 這不敢啦 我 如果有事情 兩位醫生的護士 都會 都會安排 都會給他急救 我們不要說這個 我們不要說這個 我們說八行 各位你知道嗎 說八行 我就比較大聲 你在美國內 就怎麼樣 你錄音什麼 你錄音什麼 歷史 這種 我看 正如說 他 他是一月十三日四 我是十二月十七日 他說 一國以來這就聰明了 這就沒有了 兩岸無神 目指 瞳孔不能轉動 隨時會暴斃的人 五臟六已經發生問題了 五臟六已經發生問題了 所以 表現在你的瞳孔 你就沒辦法轉動了 那個已經危險了 新醫不會看這個東西 這是中醫的看法 所以 我一跟大家說 說 年輕人 有時候要做大事 一定要多看書 這是盜袍 盜袍學者說的 要多看書 三百多要設立 所以各位 我不是跟你們一起玩的 我這麼一頓 好名拍名 這我也知道你好名拍名 是不是很老苦 是不是很安逸 生活過得很好過 沒有很負責 只有自己愛唱歌 就要拆透 八分 七分八分 只有愛唱歌 就知道你好名拍名 長壽不長壽 這樣餒 所以我 有時候去港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說 一隻一隻一隻 辛苦了 年輕人 一隻一隻 這樣餒 所以要學習 所以 我是這個題外話 說一下 這是給大家參加 每個都要學 只有四不學就好 只有四不學 因為四不學 四不學就好 每個都要學 當然不要學 所以我是提前說到1987年的事情 所以後來1988年的1月13號 我們就 蔣經國突然暴斃了 哇 很多人都嚇了 還有人鎖亡腳亂 李電話鎖亡腳亂 李電話鎖亡腳亂 但是李電話被軟禁了一個月 一個禮拜 在那個禮拜裡面 我的電話都打不進去了 所有的中國的電話都 很煩 那那禮拜他都不出來了 但是各位在電視上 我看到什麼 看到他去 紀蘭路的長老教會 去那邊祈禱 他在那邊祈禱的時候 就接觸到外面的空氣 那不然他都在那個 在那個特別的地方 跟安排一個特別的地方 在那個地方 在處理攸關 我們究竟 他可以做總統嗎 他可以做黨主席嗎 這個事情 當然這裡面有很多內幕 所謂宋楚瑜的臨母語教 臨母語教 都是騙社會 所謂蔣營室推薦李電話給 蔣經國 都也是騙大家 騙社會 這就是我臺灣春秋要說出來的東西 這不是 這次要說 這次要說的是 1984年 江南 案發 就是江南 劉宜良這個人 這個人 劉宜良這個人 一個作家 一個記者兼作家 他在美國 規劃美國籍 在1984年的10月15號 被 被陳其黎帶領 這個叫做什麼 無敦 跟董貴森 去把他刺殺 這件事 所以 329的時候 當他們 董宋總統副總統 還沒多久 就四月開始 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 七五月十月 當然 由 蔣孝武 跟那個 蔣孝武跟那個 蔣孝武跟那個什麼 有做 王熙玲 王熙玲 國防部情報局 透過蔣孝武跟王熙玲 請陳其黎是竹聯邦的一個頭 率領 吳敦跟董貴森 在江南 他出來要開車的時候 開車直接砲射 當地砲射 沒辦法救了 這個案子發生以後 對台灣來說是很大的事情 江南下蔣孝國傳 蔣孝國傳並沒有很惡意 他是平伏之序 真實在忠實反應 一般對蔣孝國 和蔣孝國時代 他最初期 和他十五月去蘇聯 二十七月 在蘇聯回到中國 然後 再當年八歲 去做幹藍的行政專員 他後一直到1948年 擔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 在那時候 大陸時代 然後1949年 中國美國滅亡 然後就來台灣後 1950年開始 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的主要要求 如果當時在1948年還是1950年開始 1950年開始 擔任總統府基要事的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支部 那是在掌管 全台灣的地區的這個 停制系統的 總統府基要事 統計組 資料組 資料組的組長 名義上 名義上 官職是很少 名義上是 沒什麼 實權 沒什麼大款 但事實上 他的資料組 是掌握全台灣 全台灣的這個 軍情 情報 跟特務工作的工作 所以這是 這是 有好業的好 沒有人知道 他在那個地方開始仰望 他來到台灣 差不多四十歲 差不多四十歲的時候 他在那個地方掌握實權 掌握實權 所以 我這段 在寫這個 這段 我用寫 鼓勵不打字 這段 他說 陳誠是擔任副總統 陳誠是擔任副總統 但陳誠 事事要請益 蔣總統 對蔣總統 這個 處處也要 忍讓他三分 這是 陳誠很無奈的地方 一直到 陳誠 1964年 3月過世的時候 人家說 蔣介石 那是四年 1964年 以前四 陳誠擔任總統的時候 可能 蔣經國 就沒有後來 這段 日子 給台灣人 這樣 搞得台灣人 都完全不知道 什麼是真相 搞得台灣人 都認為蔣經國 是一個好人 他也不可能 後來擔任 行政院長 擔任總統之類的 不幸 就是說 陳誠 他從年輕人的時候 有慰疾 大概是胃癌的死 陳誠死了的時候 變成 夫人派 就是宋美玲的夫人派 跟 太子派的鬥爭 太子派 在1968、1969的時候 香蕉案 一個月都知道香蕉案 鬥爭那個夫人派 那是什麼 徐 徐博元 孫逸軒 綜藝人總裁 跟外貿會議 外貿審議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徐博元 在那香蕉案的時候 都被鬥爭下台 夫人派總要垮台 然後到1970年的時候 蔣經國已經是可以呼風萬雨 沒人可以改變 變成蔣介石一旦死的時候 他就開始可以掌權 當然後來 蔣介石 蔣介石在1975年 蔣介石 暴斃身亡的 蔣介石 單純總統 蔣介石 蔣介石 忠用元推士 原因就是 那他被簽沒錢 蔣經國 可以獨當一面 所以當元推士 初 términ礎 兩岸人總統 之後 他就 自己在中常會裡面 鄭重推薦蔣經國同志擔任第六任總統候選人 所以江南在這個大大的評級 體制上不合 由於本辛做一個總統從政同志來推薦蔣太史 擔任第六屆總統候選人 這個實在是有點諷刺 江南他的事不是只有蔣經國傳 他在蔣經國傳徐坑 應該是徐坑 老暴人在江南下的蔣經國傳 他把真正引起殺雞的 引起蔣經國抱怨江南 讓底下的人派人去刺殺 這個原因不是只有蔣經國傳的問題 因為蔣經國傳已經開始 把蔣家的不可告人的一些事情 把他翻出來 翻到檯面上來 然後評論蔣經國這個個性 他說 動起床來 例如說我不會去那裡的文字 動起床來 替氏中橫 墨塞跟眼淚鼻力一直流 就對了 動靜的時候 動靜的時候 鼻力眼淚 老鼻子 但是 他如果發怒起來的時候 他呢 先橫手辣 不怕你死 就是這樣 就是他怕怕 他也要算一支小 但是我們來的人都不知道 總警察就總警察 你關情治系統的 他就米在後面 沒要出面的 沒要出面的 所以他後來重用蓬木籍 蓬木籍可以說 本土大人最大的仇敵 特別是我們高雄地區的 那時候守高雄要塞 人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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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 蛤 六軍總司令 做到六軍總司令 你看這 獎金國 會重用這種人 表示獎金國 內心的狠毒 當然 人家很容易 忘記 悲慘的過去 很多人都 獎金國很厲害 獎金國對台灣很好的 對台灣很好的 對台灣很好的 他就 他就 對1970年開始 他就常在清車減蟲 四處 四處 六處 特別是做行政院長 1972年 他組閣做行政院長 他也說 現在 夏天 現在藍令婦 穿衫穿 穿 穿 一頂 倒立 過了那裡 我也去那裡 做餐 去那裡 做餐 去那裡 聊天 去喝什麼 什麼 豆漿 吃冰淇淋 吃紅豆冰 吃紅豆冰 雞豆冰 跟大家一起吃 很平民化 這次跟台灣人搬感情 阿公 台灣人就說 這個人很富 這個人很富 不記得說 他後平什麼 夭壽啊 後平 炒一隻刀 隨時要跟他台 台灣人就是這樣 才會害了 我 我覺得 蔣經國 他那個江南對蔣經國的形容是非常貼切 他說這兩點 當情 他就靠到 麥塞 品水一直流 那如果是 當氣 當路 當路起來 今後鄉 唱歌 信仰所辣 不怕你死 但記得這樣以外 他有很細膩的地方 這很細膩的地方 就是 提到 電視上 補助上 一代表是他親民 到他基站 補暖 補暖 補 他時時刻刻在想 要如何了解 我們台灣人的心態 然後 吹台廳政策就出台 出台 不只要用李定位這種 乖乖牌 然後 設計一套東西 用金屬 方法 或是說一套這個制度 先用 吹台青 來罵騙台灣人 說我在台灣話 要本土話 然後 在江南發生的時候 美國當然群情發展 美國覺得 十五個人 你台灣 台人 台跟我本土來 派人派入門 來跟我本土建設 台灣 美國公民 美國公民 這是美國公民 因為規劃美國籍 所以 美國的輿論 全情發展 一直攻擊 特別是心盤中間 都把他 揭揭出來 說全英國是一個什麼 我 說這大家都不要聽過 你如果沒看一本齊 不知道 因為 台灣 他說全英國是台灣 台灣 那個 台灣的恐怖人物 說全英國是台灣的恐怖人物 所以我覺得美國人很不利用 一點 這是你叫他來的 你恐怖人物 你不要拼拼 讓大家忍受他的恐怖 統治 前面 報告說什麼 這是美國新聞界 稱蔣經國為台灣的恐怖人物 是江南 那個 蔣經國傳的 第三百四十五頁 另外 reporter 1957年6月13號就說了 說 蔣經國是 極端派的主要的分子 極端派 英文叫 extreme possession possession 派系 蔣經國不能說 他是極端派 他是極端派的首領 就對了 很極端的 就是極右派 叫什麼極左派 極右派 極右派的領袖 就對了 用這個來形容 他 但美國的 新聞界這樣形容 為什麼 美國聯邦政府 都 無動於哀 無動於忠 很鼻哀 所以說 無動於哀 無動於忠 一直什麼 蔣家掙錢 有一個叫 China Lobby China Lobby 在建政時代 就開始有China Lobby 他一直搜刮 民資民膏 要用錢去支持美國的國會議員 參議員 眾議員的選舉 有一些特定的 跟蔣家 很好的 才有人在選舉的時候 選舉參議員 選總議員的時候 他們就拿民資民膏 去補助 然後 在國會做Lobby的工作 Lobby就是遊說 遊說的工作 所以被稱為China Lobby 要議會 議國會 國會 積極支持 蔣介石集團 用軍援 用精援 支持他 一直跟他來台灣之後 本來要放棄 1950年 剛剛說 這是不合體制 應該由美軍來佔領 不要由蔣介石集團 來佔領台灣 但是沒多久 這個動作要不做出來 就已經 發生寒戰 所以杜魯門總會把什麼 派第七冠隊來保護台灣 之後就再讓蔣介石集團 軍援跟精援 這樣來 所以 就開始 以前說的 模糊政策 中 中華民國 跟美國的政客 聯合起來 在台灣實施 模糊政策 等級來騙傲台灣人 台灣人都不知道 現在很多台灣人在外面 開口閉口 我們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 我聽到這樣 我就接受 很多年輕人 已經不知道他是台灣人 開口閉口 我們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怎樣怎樣 我們中國人怎樣怎樣 這是絕對的不對 都是 要這樣做 都是因為 國民黨的教育 跟蔣經國 他很有演戲 應該給你 天衣無風 天衣無風 看不出說 他連戲 大家都想他是真 老實說 他是假 我這次 在寫這次 找的時候 一步一步 要分析 他如何騙導人 不過說 剛剛發生的時候 美國方面很想起 所以透過AIT 透過這個 透過這個美國國務院 今天壓力 美國國務院是辦國防外交的 所以給蔣經國壓力 要求什麼 因為參眾議員 參眾兩會 或者是 報紙媒體 都要求 台灣要怎麼樣 要民主化改革 要開放黨 開放黨禁跟暴禁 開放黨禁 暴禁是1984年 10月15號 發生以後 就開始很大的壓力 甚至派人來台灣 1985年 派人來台灣 跟蔣經國談 你一定要開放黨禁 一定要開放暴禁 實施民主化改革 但是包藏後新的蔣經國 跟蔣經國 一個獨裁者 我怎麼可能說 讓握他之策 容忍憨稅 所以啊 他要開放黨禁包進行 都已經 全過一番的這個研究 策略上開始研究 好 那個黨 一定是我國民黨 能夠控制的黨 所有其他的政黨 除了國民黨以外 所有你的成立政黨 都可以 等於一定會等你 直接控制 或者間接控制 讓你把握個 我圍的範圍裡面 報紙也一樣 你要辦報紙還可以 報紙還可以 總編集 一定是請我的人 一定是我的人 我才有可能讓你辦 你是怎樣 總編集很重要耶 各位你來大國 我是總編集 一看文章實在 寫得很好耶 但這個整個文章的宗旨 違反我的利益 不用啦 文章出來的時候 寫得很好耶 違反到我國民黨的利益 違反到我中華民國的立場 我就等到 紫屑樓 但這垃圾桶啊 沒用 文章沒寫得很好 但他說的 是對我優利的 我們像1984年左右 發生那些小市民的新生 那種東西 對我國民黨的優利的 統治台灣 統治台灣優利 統治台灣優利 對中華美國 統治台灣 榜山優優利的 我就把它頂 那如果不是 比較好的文章 我也不可以頂 當時也一樣 你要做這種科技 但是我就設計一套東西 借我的人在裡面 幫你處理你的政策 主導你的政黨的運作的方向 都是最好 都在執行 蔣經國的政策 這我可以讓你成立 那不然你要成立 我就讓你 一直把你鬥爭 想盡辦法 插我的人在裡面 讓你 沒辦法 真的 運作良好 大家說 哇 民進黨這樣 民進黨有可能 正是如此 正是如此 在東華時代 蔣經國已經訓練了很多 老婆 混進黨外 這次 左黨的時候 他地點在原山大飯店 主黨的十人小組 八的人 都受過情報局和調查局的訓練 各位 這種政黨 既然騙台灣人說 我是代表台灣人 要跟國民黨推卸的政黨 所以 台灣人都要支持我這個民進黨 民進黨 台灣人 都要支持你 都要支持你 開市 第一句話說 民進黨 事先不要動 各位 會贊成嗎 我不會贊成 那時候我台腳我疼 抓手 你講這個話要負責任 拍胸脯負責任 民進黨就是負責任 說 你怎麼說的時候 這樣 恐嚇的在座 不是負責任的人 我敢問 誰人誰人 是不是負責任 他說 你問啊 我說 我這樣彈水兵是不是負責任 那就是說 那是王先生的人 你知道嗎 他說 陳水兵是跟著王生的 我剛才說很震撼 我像握腰瘦了 那就掉了之後 我還想 我說 不然我們人家家感受 要不要 什麼人家家 蛤 民進黨 我們很敬佩 也很當情 那也不用說 事情是這樣說 我說 欸 康仙你要負責任 人家要自己負責任 不是負責任 他說 我十幾年的研究 資料 收集 我說幾句 都 我自己負責任 他在說 我這樣錄影到錄影 他說 你這裏錄 這裏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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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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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 台灣人 各位同心 我們這裡已經都同心 各位校園 你要想看 如果台灣人敢問問 像我曾經說 你去市民都會不會 去市民都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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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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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們現在發言說 沒有問題 要有一個台灣民政府 跟他們都不一樣 所以各位這裏說 是正確的 對啊 時間到了嗎 這樣好 我剛才說我這裏 要做一個探討 感謝大家 謝謝 請客 請客 請客